有人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有人说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到底是精彩还是无奈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的健康的身体 还有你有趣的灵魂 你要精彩的一生 还是无聊的一生 关键在于什么 你有没有梦想和目标 以及你对成功渴望的程度 你可以假装很有钱 也可以假装很帅很漂亮 但是请你不要假装很渴望成功 你若真的很渴望 你就不会假装 这句话你好好去想一想 你若没有一定要的决心 不把自己逼上绝路 你永远都不可能长翅飞翔 你的拼只是表面 并没有深入内心 直达灵魂 人之所以不成功 那是因为借口太多 方法太少 当你跨出第一步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真正的改变 在往后的每一天 你都将获得重生 如果你想要成功 我就必须要逼你 任何的潜力都是被逼出来的 知道吗 不逼出来 什么叫潜力呢 冰山你见过吧 你通常只看到水上面的 没有看到水下面的 而水下的部分 通常是水上的九倍 九倍 知道吗 你上班就要有个上班那样 别总是他们一副打工的心态 你感觉做的啥都是为了公司 为了老板 连减个纸穴都希望被表扬 被奖励 这不是他们的打工心态 是他们的什么 一辈子都是打工心态 却还总想着当老板 一辈子找借口 却总想着要成功 成功者有你那么多借口吗 你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 你就会发现答案 你若真的想做雷锋 就不要总是希望别人表扬你 所有的事情都是做给你自己看的 不要搞得自己好像很高尚 好像很雷锋 不要像 想做就行动 你一有时间就在偷奸耍花 一有机会就在赚空子 你他妈是来公司干嘛来的呢 这里不是福利院 也不是托儿所 更不是他妈的救助站 领导看着你 你就好像干得很努力 领导一转身 你就言行毕露 你对得起信任你 给你机会的人吗 你和诈骗犯有什么区别 最大的愚蠢 就是你诈骗了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天天就知道看肥皂剧 那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块肥皂 顶多也就是一块香皂 如果你经常看励志剧 你的生活就充满了精彩 充满了奋斗 充满了一步又一步的成功 人生需要磨练 成功需要教练 身体需要锻炼 梦想不能暗恋 你要经常说 经常念 你才有机会开卡验 明白吗 所见所闻 改变一生 每个人都在想成功 都在跟别人说 要有魄力 要有行动力 但是为什么当你面对自己的时候 你就仰伪了呢 你连自己都无法成交 咱们去成交客户 自己都搞不定 咱们去搞定别人 想奋斗 想成功 就不要找那么多借口 不要说什么天气太热 事情太多 心情不好 别说什么没梦想 没目标 没动力 没机器 更不要说什么领导不行 公司不行 客户不行 你他妈就是现照 很多人做个啥都要问别人 健身也要问别人 创业也要问别人 连交个女朋友都要问别人 你就一点主见都没有 你除了问别人 还能干点啥 伯格告诉你 你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 永远都不要寄托在别人身上 你要找个老婆回来 是跟别人睡吗 等有空 等有时间 等有机会 等发了工资再说 等过段时间再说 伯格告诉你 你总是这样说 你的客户也会总是这样说 你怎么办 你若真想要 你就应该马上行动 成功者找方法 知道吗 强者把握机会 智者创造机会 而弱者呢 错失机会 你总说有机会再说 机会 机会是谁给的 机会不都是你自己给的吗 你说连自己都不给自己机会 谁还能给你机会 你想做成功者 你在找方法吗 你口口声声说 成功者找方法 可是你满嘴的借口 满嘴的因为所以 算什么 做生意 千万不要说亏本卖的 亏本的生意有人做吗 干工作千万不要说自己委屈 委屈你还在这里干 如果你总是这样说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你就是一个傻逼 你还把别人当傻逼 除了你自己 有谁还能阻挡你的成功 你之所以不成功 那是因为你对成功不够渴望 当你足够渴望 你就不会一天落里八说 放那么多屁 有些人 你叫他来健身 他总是找那么多借口 比如说年龄太大了 年龄太大了也是一个借口吗 年龄太大了就不应该锻炼了吗 年龄太大更应该锻炼 难道你就这样放弃自己 等着有一天闭眼吗 叫你要奋斗 有些人总说 我还小 我还年轻 博哥告诉你 正是因为你小 正是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更要奋斗 难道你想等到老了才奋斗吗 如果你真的很想 很牛逼很牛逼 那你就要足够的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有一天你不用自我介绍 但是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谁 加油 加油